大家不要慌张 不要慌张 安静 我会派人去检查的 李春 我已经在港北上盯着去 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 我去配电视 是 快去 停电了 底下都乱了 电还能放吗 放心吧 咱们有备用防电机 肯定能放这个 那就行 快放我啊 快快快 快快 大家安静 不要慌原地坐下 我走了之后 有人来过吗 刚才有一个送拷贝的进来了 人呢 他说出去抽支烟 快 快 重点 醒醒了 重点 重点 快 给他拆出去 快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在里面盯着吧 在我离开的时候 哪个送卡位的人来过 人呢 不知道不见了 主人救火 去 快 来人救火 快 快 你地方 去 你 快 下 你 sk,什么 坐吧 坐呀 好端端的一个表彰大会 就这样要偷我给搅活了 都怪我 我要是不离开发言室就好了 跟你没关系 是我让你上台替刘峰领奖 这个刘峰到底去哪儿了 刘峰昨天晚上就没有回家 可能是失踪了 失踪了 对 昨两天下班之前 他跟我说要去理发卦里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秦天亮 你谈谈情况 特务是假扮送片员混进的会场 还有什么情况 报告 进来 首长 专业同志 都查清楚了 送片员是在送片的途中 被特务给撞伤了 后来特务才混进了会场 还有两个小特务 要对送片员杀人灭口 被咱们的巡逻队救下来了 现在医院里面 坐吧 是 这都对了 看来 刘峰的失踪 跟特务在会场上的破坏 是连锁行动 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怀疑视线 看来啊 这个牛丰峰 是被特务控制了 我已经给各区的公安部门 发了协查通报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全力的排查 首长 老A害怕了 他让特务在外面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们触动他 王专业 今天军管会有几个人参加了表彰大会 有我 秦天亮 鸡宝科的欧权 莫多宗 情报科的包清河 李河是我临时拉进来的 排除刘峰 王专远 秦科长和李河 还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在我的调查名单里 你下面要重点盘查 这三个人 是 另外 二号码头仓库 不能调以轻心 特务也要在那里对药物资进行下手 他们已经侦查过了 我就此事已经向专业做了汇报 那么首长 特务这一切的破坏行动 只是对我们虚晃一枪 真正的目的是二号码头 是啊 这批药品 奉中央的指示 是要运往东北的 是为了即将打响的朝鲜战争 储备的军备药品 看来 特务的嗅觉很灵敏啊 在这儿给我们打了一个大埋伏 首长 既然我们已经分析到了 就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好 不打无把握指掌 行动目标的重点 二号码头 一号 行动得手了 他们已经乱起来了 可就是杀人的事没得手 他们警卫员来得太快了 什么 上面让我们弄死几个大官 怎么又没得手啊 一号 弄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我可是提着脑袋干的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行动都不让秦天亮去 他动起手来可比咱们方便 秦天亮 你觉得那小的可靠吗 在会场里 我倒是碰到他们 最近跟机器电台联系不上 我想好好查一下这小子的身份 而且我也想弄明白 司令为什么要用他 我现在是越来越不相信这小子了 那我抓的那个人怎么办 先慢慢审着 也许能够找到我们享用的情报呢 对了 为了安全 把他送进大山里面去 那晚上码头行动呢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就半仙 和监水中他们负责 我明白了 我还能把他们的那帮子 那我有一见 你会知道 啊 这这一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到了老子手里 想啥都没有用 老实点 老子让你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老子让你跑 不能开枪 班卡的人会听到的 老子让你跑 李河 你告诉我 和良情相比 我到底哪坐得不高 说这干什么 你和我说一句实话 我们两个是不是真的不可能 别告诉我 我再也不会做梦了 李河 你是个好姑娘 好同事 我不能 餵 摁摁摄 刘锋回来了 好 我这儿就过去 我也去 不行 我在置信任 快走 首长 时昊 怎么回事 昨天我去你冷发 出来就被两个特鲁给绑了 怎么逃出来的 他们把我关在山上的一座破庙 后来来了两个人 说要把我押到别的地方去 你还记得那个破庙在哪儿吗 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但是是在哥乐山一带 哥乐山 哥乐山三一庙 他们这是想生东击西啊 我看他们会在码头那边下手 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码头上 我明白 我马上去 记住 放长线 明白 你们几个过来 快快快快 来 你们去 上车熄火 快点 行不行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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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 快快快 锁 锁 快点 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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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情况怎么样 他们好像不是在偷火 有搬进去的也有搬出来的 看样子他们在给我们货物调包 嗯 让他们先忙活吧 别听懂他们 是 昨天江水舟和王满仙到仓库去了 换了二十多项药 这是换过来的东西 药已经化验过了 是假药 准确地说是毒药 用了就会感染和中毒 这些药 如果送到前线上去 后果不堪设想 密切注意 真要去向 顺藤摸瓜 把这会儿敌人 一网打尽 好 我已经派人跟踪了 留不出去的 嗯 是你 顾参谋 又见面了 你来做什么 报告 进来 国防部特派香港第七情报小组组长 兼基地电台联络站站长 陆军中校参谋方磊 遵司令指示 前来报到 英气不减当年 我认识你 是在 南京特训班上吧 有你这样始至不渝之人 实乃党国之万幸啊 怎么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和以前的学生还有来往吧 司令 我学生太多了 我是在各地特训班上授课 多则一年半载 少得也就十天半月 有些人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况且 我到香港干啥这一行 几乎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几乎到了与世隔绝的境地了 好 进来 郑主任 又几年了 是啊 香港一边两个月不见了 是啊 来来来 说一下香港方面的情况 现在香港那边情报站已经打响了 各方面都在香港搞情报 什么人都有 连黑包也插手情报市场 其他方面呢 最近港英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 很多物品都成了禁运物资 甚至包括纺织品和衣料 所以 走私非常严重 连衣料都禁运了 怎么搞到这种地步 是啊 资料 朝鲜局势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下去 联合国会不会对大陆实行解决 如果那样的话 共产党一定会利用香港远东自由贸易港的天然条件 获取三立物资 如果我们能从香港走私方面获取情况 那么 一定会分析出 共产党的战备情况 好 看来你不光是通信方面的专家 还是情报专家 分析得非常好 以前 只是做技术 这一年多来 独党一面 什么都得应付 看来 我们基地 在香港的情报方面一定要站住脚 最近通信方面好像有些问题 什么原因 各方面情报上已经打响 电波干扰太大 才使得我们基地电台联络不畅 技术方面一定突破 确保通信畅通 是 政策 你留一下 司令 暗中盯死他 看看他上岛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和什么人接触 随时单独向我帮忙 您这是 他是国防部的人 我对国防部的人不放心 况且他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 明白 进来 老师 长官 欢迎来基地指导工作 照顾说话方便 老师 老师 你就不该来 顾行张让你上岛 就是为了要考察你 我知道 要取得他们的信任 我必须来 王岚 你现在也很危险 顾行张追查岛人的共产党 一天也没有放松过 我们就跟他人家 我们把他人家的囡团 好 我们的帮忙 我帮忙 帮忙 如果我帮忙 好 我帮忙 我帮忙 你帮忙 我帮忙 帮忙 你帮忙 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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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在一九三六年之前 您就见过老A 不确定 但我的直觉 这些特务潜伏 以前肯定在电讯班学习过 顾显章果然是在怀疑你了 学回来 快 把环衣托掉 倒掉 顾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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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个 我是不是不该来呀 顾采帽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找冯雯有事 那我走了 好 冯雷先生 我是来找你的 我在那基地啊 转了一大圈 我也没看见你 我猜你可能在这儿呢 所以我就冒昧地来了 不怎么 有事 也没什么大事 对了 我呀 想让你帮我把这个 带到香港去 看看能不能换点美金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那多谢了啊 对不起啊 你们继续 继续 他可不是来换什么美金的 老师 还是你反应快 郑彤啊 你也认为 风雷和王岚在谈恋爱 王岚是风雷的学生 老师和学生恋爱关系 并不奇怪 但是从昨天当时的情况看呢 两个人好像正在亲热呢 行了 没事了 你们回去吧 是 这应该是个机关 能打开吗 既然是机关 一定还有保护工具 能不能想个办法 绕过机关 把所有的地板都刨开呢 问题就在这里 你干事你看 其他地板下全是青砖 唯独这一块是水泥的 这下面一定是密室 里面一定有机关 就怕一包机关装置 来 来 长官 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这个我 我是真没见过 你在国防部大楼的时候 没听说过这个密室 有这么一个装置 我上次那个是我见过 这个是我没见过 我听都没听说过 不过 有个人可能知道 谁 麦学良 他可是国防部二厅的老人了 郡总的时候 他就是上回参谋 多谢 应该的 秦天亮 你真行啊 里外通吃 两面都能做好人 少过都拿鞋扯的 我知道 你受过反审训训练 今天还不想说对吧 要我说什么 潜伏下来的人 你们国防部联络站 被捕了二十二人 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你有时间说 我还没时间听呢 我问国防部 那就像我们保密局的 我知道你跟顾显章有私交 你们俩的关系再好 顾显章也不可能 告诉你那十个潜伏特务 那我就不知道你找我来干什么了 如果是闲聊 我有时间 可是没心情 对了 你们国防部地下室有个防空洞对吧 是啊 那是防日本大红炸剑的 怎么了 行了 带去 秦天亮 你在玩我 是啊 我也没时间跟你叙旧 带去 来 你问什么了 你怎么就不审了呢 审完了 完了 他都说什么了 我一个字还没记呢 我想得到的都得到 他就说了一个防空洞啊 对 防空洞 这就说明 国防部地下室的下一层 还有防空洞 那又怎么了 反正也打不开 就算麦学良 知道这个防空洞的暗躁机关 一时半会儿 我们也审不出来 但只要知道下一层有个防空洞 那必定会有通风口 我们打不开机关可以找通风口 真厉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报告 进来 长官 这就是天下一号的紫版 您可千万收好了 我脑袋可保不住 这也就是传说中的 天下一号紫版 我看 这不就是重庆的一幅地图吗 我还以为多神秘呢 有什么稀罕呢 您千万收好了 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颖组长 不想留下来再说点别的什么吗 周总 什么事 过来一下 我跟你先去找黄兰 我去一下 Déo 不要 你先去找黄兰 我去一下码 pueblo 刘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多岁 他是干什么的 我们电报组都是女的 那不对啊 这个人我见过 在电讯班学习过 我想不起他叫什么 男的 三十多岁 电讯 你说的会不会是一个叫陈其中的人 天下一号小组的 是从海南岛溃败下来的 他以前做过电讯参谋 陈其中 英长官是怎么叫他的 他肯定不叫陈其中 历级电讯班学员 名字一说出来 我都会有影响 他名字是假的 假的 陈其中 陈 中 对 他叫陈 中 军统徐州特务培训班转来的 他以前干过特工 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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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他是什么时候参加电讯培训的 比你来的时间要早 对 一九三五年 我教过他 一九三六年 说是又转回徐州培训班 一九三六年转走了 也是十个人 你的意思是 十个潜伏特务 会不会就是顾显章安倍内的十个人 那您再快想一想 除了这个陈忠之外 其他那九个人会是谁 十多年了 我教过他们不过半年多 这个陈忠 我不见到他 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么个人 这个陈忠 他就是顾显章的人 那他们两个为什么装作互不认识呢 王仁凤和国防部 其实都想甩到顾显章 顾显章也在做移居国外的准备 前段时间 他让他太太在美国的银行 出了一大笔美金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顾显章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能保住自己位子和命的 一是天下一好 二是抓到蜂王 这么看来 他让陈忠进入天下一好消息 是要把公主抓在自己身上的 这个顾显章 表面上他已经放弃了天下一好 其实呢 他一天都没有放下 他就能干嘛 变得要把他吃橙链 啊 我得担心 你来 彼此 电台增加功率的事 你放心 这事耽误不了 让他们去交流 他们不暴露 我们哪有机会下手 我倒要看看那个风雷 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理解你跟汪蓝 我不去 可风雷是司令指定的 郑欧 你什么态度 我才跟你说几句啊 什么什么态度 好几句了 行 那我不留你了 走吧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事耽误了一下 没关系 汪组长这茶不错 很有品位 汪组长一向很有品位的 咱们抓紧时间 谈一下增加功率的事吧 好 说什么来着 这回你亲眼看见了吧 这能说明什么呀 你忘了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吗 也一点一神一鬼的 郑彤 我一神一鬼的 行 你不信我的 咱们找司令去 我非得让你亲眼看看 算了吧 别打扰司令了 算什么算 走 我想了一整天 顾显章是在跟我下套呢 怎么 你想 无人小组的暴露 老鹰一直认为是顾显章 泄露的消息 顾显章表面上装的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他心里 什么都清楚 陈其中就是 无人小组成员之一 他是在利用陈其中 排查我 无人小组的暴露 正好印证了他的想法 那就是基地上有人泄露情报 你好好想想 无人小组暴露前后 你的行动有什么漏过吗 无人小组的电波频率 是傅德方弄到的 是傅德方泄露的情报 然后 布显章 居然同意老鹰的要求 一反常诞 把我调到了天下一号小组 甚至把天下一号的紫板都交给我 由我准交给老鹰 现在想来 他是另有企图 表面上 他是让我当他的密探 去刺探老鹰的行动计划 而实际上 他是在考验我 不算是 情况的确很糟 重庆 审过陈记者 审讯过程中 我们打的牌 陈记者肯定是心直动明 他汇报给顾显章之后 顾显章肯定会怀疑 基地里有我们的人 有些秘密 是傅德方死前 我们知道的 可以推在他的身上 但是最大的威胁 是后面的 也就是军工厂 爆炸图纸的照片 爆炸图纸 是在傅德方死后 我们弄到的 吴显章 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调查发电厂爆炸图纸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推在黄宁云身上了 不看说法呢 就是黄宁云贪污公款 买卖情报 老名一直认为 是黄宁云把情报 卖给了顾显章 你看这个顾显章 他心知肚明 看来你有危险 不仅是我 还有你 是我介绍你去香港 建的情报中转站 还有童嫂 梁青 风雷啊 赶紧想办法 让梁青母子转移出去 他们太危险了 现在我们只有黄宁云这个等电牌了 为了把黄宁云的戏长针 我想办法给他做个假档案 造成他是我们的人的家乡 是的 顾显章 真的想怀疑我们 现在到了考虑我们的时候了 是不是顾显章派人来吃都砸了 那就继续上戏了 快到衣服了 穿着 和档案 正在 如果 能是 继续上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俩到我家来一趟 吃顿边饭 算得送行吧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一号还得看我的 想和我抢功吗 门都没有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